有人说与六心关系疏远的人最容易开悟觉醒 这个观点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但它激起了我们对灵性成长深层次的探索 灵性成长并非我们常说的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渐进且持续的过程 当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亲情的缺失或关系的疏远 他们常常更容易寻找内心的安宁与自我实现 在这样的生命旅程中 袁伯的人似乎有更多的空间来探索和实践他们对生命的理解 不被繁琐的家庭义务所束缚 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寻求心灵的平和与深邃的觉醒 这并不是说家庭的存在阻碍了灵性的提升 而是袁伯或许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自由 一种从常规生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探索更广阔世界的自由 这种自由让他们有机会在灵性上做出更多的实验和自我超越 而正是这些不断的自我超越 让他们在灵性之路上走得更远 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像常人那样被日常细节所充斥 他们对于生命的探索和内在的反思可能更加深刻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福报能够深入探索自我和宇宙的奥秘 开悟的过程是不断预见 面对在超越自我之前的局限 每一次的超越都不仅是对自身极限的突破 也是对生命深层次认识的增进 在这一点上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 那些原博的人在面对生命的磨难时 有更大的空间去感受 学习并成长 他们的觉醒路径可能会遇到孤独和不被理解的挑战 但这些正是磨练他们灵性的机会 面对内心的孤独和外界的误解 他们学会了更加坚定的聆听自己的内心声音 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这种坚持不仅是勇气的体现 更是对生命深刻理解的一种展现 因此 当我们讨论觉醒和灵性成长时 不能忽视那些原博者的独特经历 他们的旅程提醒我们 真正的觉醒路径往往不是顺遂的 它充满了挑战和不义 当我们谈论到六心原博这个概念 我们通常联想到孤独 但实际上这种状态 却可能是通往精神觉醒的一条道路 六心原博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人与家人和亲戚的关系相对较淡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可能不会经常与家人聚会 或者在家族中并不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悲伤 但这样的状态却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当你不需要应对家庭的期望 或解决亲属间的纠纷时 你的精力可以更多的备用于 自我反思和精神成长 这样的环境减少了外界的干扰 使个人更容易进入深层的自我探索状态 通过这样的探索 一个人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从而达到一种被称为觉醒的精神状态 觉醒或者说精神觉醒 是指一种对生活本质有更深层次理解和感悟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个体往往会感受到一种从内而外的自由 一种超脱于日常生活所适的感觉 这种精神的提升不仅能让人更加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向 还能增强内在的平静和满足感 因此六亲元博的人在这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 他们能够更早地进入这个过程 并从中获益 当然这并不是说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被忽略 而是在某些情况下 较少的家庭牵绊可能会成为精神探索的助理 这个视角可能很难被大众接受 毕竟家庭在我们社会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但如果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六亲元博 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福报 这种福报不是物质上的 而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一种丰富和扩展 通过内心的深入探索 这些看似孤独的灵魂 其实在精神世界中走得更远 看得更深 当我们谈到灵性觉醒 许多人会想到宗教或神秘的修行过程 但真正的开悟 其实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 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六亲元博的人 他们在生命的荒凉处境中 往往更容易达到一种内在的名物 这种现象听起来或许有些反直觉 但其实非常合理 当一个人没有了依赖 当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时 他开始寻找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安宁 在我们的生活中 痛苦和挑战是避免不了的 对于那些六亲不认的人来说 他们常常早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经经历了这些 而这些痛苦经历 正是他们觉醒的催化剂 你可能会问 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 开悟从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开始 一个人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这种自我反省 不仅是关于理解生命中的失落和悲伤 更重要的是要接受这些经历 学会从中找到生命的力量祸目的 而当这些外在的支持系统不再可靠时 个人的内在世界就显得更为重要 静心成为了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通过冥想 一个人可以进入一个平静的内在空间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愿望 在静心的过程中 个人开始逐步放下对于物质世界的执着 这不是说他们完全拒绝物质生活 而是不再让物质条件定义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这样的变化往往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内在和平 这种和平不是外在世界可以轻易给予的 这是一种源于深层自我认识和接受的和平 当这种和平实现时 人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潜力 他们不再被恐惧和不确定性所束缚 而是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人际关系 这种觉醒的过程是渐进的 每个人的经历和节奏都不相同 但对于那些经历了孤独和六心缘博的人来说 他们的转变往往更为迅速和明显 当我们谈论开悟和福报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不仅谈到物质上的风域 而是涉及到一种更深层的心灵满足和内心的平和 在这个快节奏压力山大的世界中 真正的福报似乎越来越难以出击 但是当一个人能够透过开悟来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 他们实际上正在解开通往深层满足和平静的秘密 开悟这一看似神秘的词汇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努力达到的心灵状态 它不仅仅是对生命深层次理解的追求 更是一种超脱于日常烦恼和无畏执着的自由 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不再被个人得失所束缚 他们的心境会有多么的清明和平和 这种心境的平和不是短暂的 它是持续的 能够影响到个人的每个决定和行为 而这正是真正的福报 不是短暂的快乐或物质上的满足 而是持久的内心宁静和精神上的丰盛 但为什么说六心元博的人 更容易达到这种开悟的状态呢 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感到疏离时 他们更有可能寻求内在的答案和自我实现 这种内向的探索促使他们深入思考生命的真谛 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常人的觉醒状态 当这些人开始觉醒时 他们的心灵视野也会随之扩大 他们开始理解到 真正的满足来自于内心的平和 而不是外在的认可 这种觉醒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转变 它还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因为当一个人的心态变得更加宽容和理解时 他们对周围人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和善和支持 这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如此 开悟不仅是个人的成就 它是一种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力量 它教导我们如何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时 保持内心的平和和乐观 这种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它能够让我们在任何外在的动荡中都保持稳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于那些六心圆伯的人 大多数人或许会觉得他们是孤独的 甚至是不幸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 实际上可能是他们灵性觉醒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有人说当你从人际关系的纷扰中抽身 你就更有可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声音对许多人来说是那么的微弱 以至于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几乎听不见 但对于那些六亲不认的人来说 内心的声音往往是清晰而响亮的 他们更容易进入那个被称为觉醒的状态 当我们谈论觉醒时 我们是在描述一个深层的认知转变 一种对生活 宇宙以及自我的全新理解 这种理解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和社会框架 是一种真正的内在歧视 而达到这种状态的人 常常被描述为有着深远智慧和非凡洞察力的存在 然而 社会大众对这样的人通常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大多数人仍被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物质追求所束缚 很难理解那些已经觉醒的人所经历的转变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奇怪 甚至认为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不合常理 但实际上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想法 可能正是他们通过深刻的自我探索和内在对话获得的结果 这种深层的自我探索 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因为它可能意味着要放弃许多外在世界的诱惑和依赖 而这正是六心原博的人所面对的现实 他们很少有外在的束缚和依赖 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去追求内心深处的真理 这并不是说所有经历孤立或家庭疏远的人 都会或者必须达到灵性觉醒的境界 但对于那些确实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来说 他们的觉醒往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营和内在和平 这种和平是来自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 对于环境和周围世界的全新看法 在探索灵性的奇妙旅程中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看似矛盾的说法 其中之一便是那些与家人关系较疏远的人 反而更容易开悟 这种看法或许让人感到惊讶 甚至有些难以置信 但如果深入思考 我们会发现这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智慧 当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不再使他们情感的主要依托时 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会变得更加宽广和开放 这种内心的宽广使他们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纷扰 触及到生命更深层的意义 开悟的人通常会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 他们能够从更高的维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这种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 能够找到创新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提升 更是一种灵性上的进化 开悟后的人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 往往能保持一种平和和中立的态度 他们的反应不再是情绪化的 而是基于一种更深层的了解和智慧 这种转变使他们在做出决策时 更加考虑整体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短期利益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和谐 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加符合宇宙的自然法则 在这个过程中 开悟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喜悦 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那些 常常束缚我们的社会和心理结构 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体验生活 并以更全面的眼光来理解周围的世界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带来了内在的平静 也使他们能够对外界产生更积极和富有同情心的影响 开悟者的存在 为周围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模范 人类有能力超越物质的限制 达到精神的自由 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因为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看似普通的生活中 也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深度 如此 开悟成为一种既个人又普遍的胜利 那证明了人的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开悟并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个过程 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成长的旅程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